好了,先焉碎玉不要讲,我们讲四个贵人 首先呢,这个天德、月德贵人 这两个联系比较紧密 到底有没有规律?有没有原因?一定有 在哪儿呢?三合位,就是这个银五虚,三合火 然后,海姆位三合木,就是这样三合 三合,这个银在丁,那么虚在丙,这些透出来的都是火 也就是说,在这个月份当中啊,因为月亮为大嘛,首先看月 然后,日,日刚,以你自己的日刚 这个时候,显出来的贵更明显 比如说,银月的丁,日主,是你生的银月 那么这个时候,就遇到了天德贵人 那么,还有呢,这个五月怎么办呢? 五月啊,它指的是钱 钱,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八卦,它没有一个具体的银杆 那么,有人就把它引到地支 虚与干害为后天的钱挂了 地支见地支了 但是这种说法,有点牵强 因为古人在这个神上里面啊,争议也是比较多的 因为搞不清楚它最初的原理了 原理的原理根本的根本没有了 所以说,有些人干脆把这个谋 然后,资无摩有,赐正位 这个天德就不用了 那么,即使不用 当然你可以参考,如果你用的好 还是不好记 怎么有的阴,有的阳呢? 那么你看到阴身四害四味的时候 这属于四亿马 那么它遇到的就是阴 那么它就跪,阴阳就互补了 然后,陈与楚卫,遇到这个阳就跪了 就是所谓天德 天有阴阳互补 这种自然的流转 互相吸引感召 那么阅德呢 还是同样道理 但是,你看 丙甲仁耕 全都是阳干 也叫阴武虚乐 那不管是阴武或者虚 出来的都是 以这个丙透天干 日主为贵 那么也就是说 月德呢 当然指的是月亮 围绕着什么呢? 太阳的 它是皆太阳之光 显月之明 所以说 阴以阳贵 就是这么一个 简单的阴阳道理 那有这两个呢 它就 比较的 心存仁厚 遇到不好的事情呢 也能够 化为难于吉祥 人好嘛 到哪人家心里 还是知道的 不管是天是人 都会感应你的一定的好 那么当然了 还有一个更贵的天以贵人 于是万难成乡 但是也有说 这个贵人太多了 尤其女子不太好 一个贵人为贵 两个贵人 那么就 显得 比较的犹豫不决 不知道听谁的好了 三个 那就 更不好了 听谁的 就完全没有自我自主了 说女性还是以天得月得为好 有人也讲 这个是先天的 天以后天的 怎么说都有 因为找不到究竟了 那么家务跟羊 以及守护虾 必定是一位 人贵舌头藏 六心封马虎 有的说 更心封马虎 把这个更 搬当的 更心在一起 一个阴贵 一个阳贵 这个说法 应用也很多 我们这几个 恐怕说完了 这个不一定是日 也可以引到其他干支 好